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掌握在赖清德当选之后呢 面临的台海一些危机跟威胁 下一站他到底该怎解 首先我们就要先来看到的是 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飞弹 现在的驱逐舰 分N号2月4号通过台湾海峡 那美国在台湾大选之后呢 是首度公布 那么态度也是非常明确 想要确保的是台海和平稳定吗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有这个在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呢 的国会台湾连线 那他们是有两个主席 见了蔡英文也会见了赖清德 那现在最新消息是今天大家都知道吗 是第一批的要当一年兵的义务役 第一批总共是有670人 今天要入营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很多人都说了 那未来是不是真的要上战场了呢 这些阿兵哥的爸爸妈妈 不早的心里会不会有点担心 在赖清德当选之后 这个两岸的一些关系 可能会持续恶化 那么未来 台海之间能够和平稳定吗 这也是赖清德他未来要面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今天有670名的义男入营了嘛 那未来会怎么发展 那当然是大家都等着看 因为毕竟从四个月要延长到一年 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还要来看到的是 关于这个爱丽叉叉之前不是有说怀疑说 有什么作票的可能啦 因为他自己有表态自己的一个政治立场哦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造谣案件 现在还是未了吗 因为四叉猫就特别发文说 爱丽叉回台第一件事是参加这个柯P的尾牙 那不是高调打卡 去韩国玩怎么回台湾就这么的低调呢 我们来看到 其实他现在有在这个脸书上就有贴出这个多张的照片 这来源是四叉猫的脸书 那他就说了回台第一件事就是要停那个柯文哲 所以代表说那为什么你过去就在网路上 直接用自己的这个账号直接写说 他很怀疑是有什么作票啦等等这些 那难道这些不用盗窃或是不用再查个清楚吗 那另外还要来看到的是这个民众党新科部分区的立委吴春成 他说柯文哲当时吃饭还差点把饭喷出来 有人认为民众党未来会泡沫化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民众党的品牌路线跟蓝瑞两党是不一样的 有它的独特性 那现在绿营要备战的是五区的补选了 是哪五区呢 这个苗栗县 抱歉苗栗市长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虎伟镇长 还有大五乡长 跟宜兰的县议员 还有台中平地原住民的议员 然后这个是绿营现在在摩拳擦掌的 那面对现在高雄市议会在17号要改选新会期的委员会 蓝绿阵营对于刚刚当选的 像是民进党的这个黄杰 还有李博弈是否要参与改选陷入激战 因为蓝瑞认为说新会期的两个人已经不在议会了 你就不应该要参与啊 因为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以那个新科的立委了嘛 那就不用参与 但是绿营呢去主张两个人改选的时候 还是具有议员的身份啊 所以还是要依照议程来改选 那现在蓝瑞就集中了 说说那你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退席了 我们就要抗议了 双方僵持不下 光是这7天呢 就已经留会了11次 你等于整个市议会的持续的空转 在空转 那在昨天就经过了政党协商决议 就干脆先审预算好了 因为其实名声预算更重要 2月1号呢 再重选各个委员会 这也是在这个蓝绿的攻防拉锯 这个就是在这个高雄的市议会所发生的 因为现在呢 议长强势主导也被炮轰说 你们都已经执政了 但是态度还是如此的傲慢 所以让蓝瑞是非常的不开心 那么在这个桃园市议员的林涛跟前立委 蔡比如合体他们谈的是个新政治嘛 那么谈新政治之后呢 现在又有这个立院龙头之争 会在2月1号 那到底会不会给党内一些建议呢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说了 民众党可能会操作一波什么 就是上午投绿 然后下午投蓝 但是这个郭正亮就说了 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做法 那蔡比如回应说 其实合作是为了老百姓图立 老百姓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管民众党的巴西不分区立委 会怎么决定 他都很乐观看待 那国民党林涛则表示说 在野的对话基础 就是要极大化结合力量 因为资源就已经有这么少了 就只有这么少 所以难道还不合作吗 如果合作才是选民 民众想看到的一个方向 我们继续来看 我想台湾民众呢 现在有巴西的部分区 他们承接的是这369万票的民意 那所以一定要做任何事情的话 就回归到这样的一个民意的基础上面 那共同的讨论 当然我觉得要团进团出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大家看到民众党的决心 有韩江配跟油菜配 我没有任何的想法 其实我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基本上从去年的 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2024的总统大选其实就结束了 那我们刚才跟委员的结尾是选举结束了 可是未来的议题还要往前走 其实在野最大的对话基础就是要极大化解音的力量 我觉得这是不管是民众党的三百多万票 还是国民党还是所有六成的民意 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方向 政党是既竞争又合作 政党之间竞争是让各个政党进步 那合作呢 事实上就是图利于老百姓 台湾民众党这八席的部分去立委 不管他们的决定是怎样 我觉得大家都会去就是乐观看待 我相信党内通常都会去支持的 那您跟国民党的距离比较近 那会不会担心说 因为这样的实力同时在民众党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上不不一样 或者是有一些要竞争或交流的地方 我想本来一个国家就是多元文化 一个党内一定也是有多元的一些想法 那但是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讲 那但是最后呢 对外就是讨论出一种说法 我想这个才是健康的 这个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 所以不用怕里头有很多的声音 台湾民众是小 但是我想这个团结力量大 今天我来看到这个选举结束之后 没有想到有民众疑似不满开票 结果就到中选会的脸书粉砖 发文呛瞎 说要把赖清德上任的地点给炸掉 甚至还写下了不雅字眼 而刑事局经过资料比对分析 已经寻现前往屏东 逮捕了发文的22岁罗姓男子 当场查扣他的笔记型电脑 确认他就是使用昵称来犯案 讯后是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嫌 将他依送法办 好 接着来掌握是今天 国民党举办的是新科立委教战营 那么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当局人 韩国瑜跟中广前董事长赵朝康 立委赖事保为新科立委们来上课 那么韩国瑜就说 用小老鹰来比喻新科立委 强调一定要清廉 而且要特别小心 新科立委一定要了解 我心里的话 你看到那个老鹰在悬崖上起飞 那个小鹰 很兴奋第一次要起飞 爸爸妈妈在旁边很着急 他就开始要展翅高飞 就神奇的事情 只要他展翅成功 他就翱翔九天 自己成长去捕食了 但如果他失败了 他就会掉下去 你就会看到北极湖里 一叼就叼走了 可是失败的小鹰太多 他就把它埋起来 抓下一只小鹰 立法委员不是一样吗 你很兴奋第一次当立委 你要展翅高飞的时候 如果受伤了 摔下去 怎么办 元旦岂不是兵制 要那个兵役新制要改制吗 变成要当一年的兵 那么今天呢 10点40分 第一批陆军 两两两六题 正式报道 这阿兵哥们呢 开始要陆续体检啦 剃头发啦 然后还有一些要分装 帮一些连队啦 另外还有领取装备啦 看起来脸上面有蓝色 个个都很菜 那么国军也派出了 弃毒犬来安检 不过其一无一呢 时间拉很长 变成当一年兵 那么外界就在想了 你们有没有可能会是 第一批上战场的族群呢 接下来看看 一南排排站 等待入伍受训 今年元旦起 并以新制上路 2005年后出生的男性国民 义无一改回一年 而首批就在二十号入营 首帝四陆军二二二六 梯会征集六百七十人 将由北中南步兵二零六旅 三零二旅 二零三旅负责接训 共有八周入伍训 以及四十四周部队训 而根据内政部议政司 预定行程表 除了入营第一周末之外 其余采取周休 算浪费时间吧 我们蛮震惊的 为什么同一届的 只要当四个月 然后我们只要当一年 当然会担心啊 应该要互相沟通 不过这时间的拉长 不少父母忧心忡忡 一名省心意难 父亲表示 万一出状况 最是退一青年 一定是首批被征召上战场 父母怎么可能不担心 也有家长留言 台湾二十多万兵力 对上解放军 约两百万兵力 征召再多人也没用 既然今天国家的政策 改变为一年的话 那我就心甘情愿接受 另外也有一难反应 一无一军人 二十四小时待命 但通过薪水 也只能领两万多元 连基本薪资 二点七万元都不如 政府根本合法剥削 同六千元 提升为两万一千三百五十元 另外包含健保 军保 以及主付时费 跟提拨退休金 已经提升到两万九千余元 已经超越了基本工资 一年一无一 外界游心冲冲 就怕规划还没做足 各界难以接受 这里请杨强王一婷 特别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